完成完成後,下一步想做的就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將未知數丟在一邊 將其他未知數以外的其他東西放在另一邊 就好像這裡有四條數 分別有x加5等於2 那我們怎樣無所不用其極法呢? 例如我們可以x加5等於2 然後我們左右各自做一個逆運算法 它加的逆運算就是減 那兩邊呢,減完5之後呢 左邊就會剩下我們想要的x 而右邊就是我們的答案 減法也是一樣的 我們有x-5等於2 然後兩邊各自加5 最後我們又會等到x等於7 那這裡是不是見到有點亂呢? 這個是x乘以5 那在代數裡面呢 為了減少這個混亂呢 即是今次清楚,我很清楚告訴你 加減乘除 那在代數裡面為了避免混亂呢 那我們就不會用這個乘號 那取而代之呢 如果我們遇到乘法的話呢 我們就會將這一條 整條寫作5x等於2 那就不會混亂了 因為我們在代數式裡面 是不會用乘號的 那除法呢 我們就會變成一個分數的形式 就是x over 5 等於2 這樣來表達的 好了,說完這一點之後呢 那我們就繼續做了 這個是5x等於2 那5x等於2 我們要剔走這個5呢 就會兩邊都隨意5 兩邊都over5 這個約完之後呢 我們又會剩下x了 那x呢 就是等於2over5了 那除呢 也是一樣的 x over5 等於2 那我們呢 可以兩邊乘以5的 又是約完之後呢 我們最終得出來的答案就是x等於10了 那來一個實際的例子 這裡呢 就有一條呢 發攝氏道 這個攝氏道 為華氏道的一條公式 那我 對於我們平時用攝氏道來講呢 就沒什麼用的 那現在我們就要找出一條 由這條公式去找出一條 化回這個 這個 華氏道做攝氏道的公式了 那就是呢 我們要把這個c 變成等好的一邊了 那怎樣做呢 一開始我們把最靈丁的拼過去先 那這個f等於9over5c加32呢 就會變成 我寫下來啦 f 將32加32 正32拼了過來呢 就會變成減32 那這個東西就照抄了 等於9over5c 那你呢 看到這個分數呢 你可以 理解為 將這個c 除以5 那你看到除以5 那我們只要兩邊乘以5就OK了 那我們有f-32 乘以5 那你看到這個9 9成2c呢 那拼了過去呢 就變成除9了 那這個就是答案了 那如果寫得公正一點呢 我們就可以說c等於5over9f-32 就是這樣啦 就是這樣啦